大家好,我们今天讲古希腊的科学与哲学。 我们知道古希腊科学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,在科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 那么古希腊科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兴起的? 当时的哲学思想对科学研究具有怎样的影响? 希腊化时期的科学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? 本专题即对这些问题进行介绍和探讨。 我们先来看古希腊科学兴起的背景。 我们在科学史上经常谈到的古希腊,它的地理范围比现在的希腊要大得多。 因为早在3000多年前,希腊人就向海外移民,在东方和西方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城邦。 古希腊大致包括现在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半岛本土,爱琴海东岸的埃奥尼亚地区,南部的克里特岛以及南意大利地区这些地方。 希腊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,他们把吸收到的外来文化融会贯通,在文学、戏剧、雕塑、建筑、哲学等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,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。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曾经写道,古代世界的各条知识之流都在希腊汇合起来。 在丹皮尔所说的知识之流中,有两条最为引人注目,分别来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,也就是说,来自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东方科学遗产,对希腊科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。 除了继承和融会了巴比伦文明和埃及文明的科学遗产之外,希腊人之所以发展出灿烂的希腊科学,还与他的奴隶制和城邦民主制社会密切相关。 城邦民主制提供希腊人以自由,人们在城邦民主制下要脱颖而出,就要善于独立而自由的思考,善于公开演讲当众辩论, 善于吸引别人的注意力。就社会形态而言,希腊的城邦属于努力制社会,努力制保证了贵族和自由民富足的生活及闲暇。 大量的努力使自由民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,获得了充裕的闲暇时间,进行哲学和科学问题的思考和交流。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《行而上学》一书中曾经说过,哲学和科学的诞生需要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,精益、闲暇和自由。 第一是精益,也就是人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表现出来的困惑和惊奇。 有了这种惊奇,就会感受到自己的无知,并为摆脱无知而去求职。 求职并非是为了使用的目的,而纯粹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。 第二是闲暇,也就是要求社会上有一些人不需要为衣食担忧,不必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,从而使这些人的好奇心不至于被生活的压力所压制,可以专心自治地从事自己喜爱的脑力劳动。 第三是自由,强调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,自由地思考,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必因为其他因素和利益的影响而受到限制。 希腊的努力制社会为自由民提供了闲暇,而城邦民主制则为哲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自由。 除此之外,希腊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具有强烈的好奇心。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·里亚诺斯所说的那样,希腊人常常到国外去旅行。 在这一方面,连其他民族中的商人、士兵、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行见处。 旅行时,他们总是保持着怀疑的精神、批判的眼光。 他们探究一切事物,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加以考察。 这种好奇心、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眼光,对于希腊人深入思考哲学和科学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影响。 希腊科学的产生还与希腊人的理性自然观具有重要的思想上的关联。 概括来说,希腊人的理性自然观具有如下特点。 首先,他们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人的对象,加以整体的看待。 其次,把自然界看成具有内在规律的对象,而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人们所找到的。 第三,他们认为通过复杂精致的数学工具,可以去找到和把握自然现象的规律。 正是在这种理性自然观的影响下,希腊人在天文学、静力学等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,得出了量化的结论。 不但在古代世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,而且为近代科学的产生起到了示范作用。 我们本小节的内容就到这里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